有没有鞠一公啊 鞠一公 鞠一公 太神奇了 很不容易 现在都是对着他的一个照片在求雨了 真的是 但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离奇了 真的是印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你知道原本是受这个文艺青年所使用的肖静腾 结果被这个数据器们发现了 纷纷地对他这个求雨的成功概率做出了分析 我跟你讲 这么无聊的人还真有 第一个要来研究的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 他把这个肖静腾的这个这个月的三十多天的行程 拿来做了一个对比 看演唱会 还有一个天气预报结合在一起 整理出来了 这个肖静腾的换雨成功率啊 多少 高达83.3% 哎呀不可能吧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网友过来之后呢 专业人士也是分析出了他这个换雨的成功率 前夫后继来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他们整理出了这个2012年肖静腾所有场次演唱会啊 加之这个2013年肖静腾所有透露其行踪的微博 发现我们的雨神在43次出行当中 共有26天遇到了降雨 占总数的60.46% 所以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什么83.3%啦 哎呀我那个也是数据地分析的嘛 对不对 但是我总结了一点 这个下雨率还是蛮高的 真的很高 但你没有发现 但我觉得这个娱乐圈出现这样的一个神样 存在也蛮欢乐的 哈哈哈哈